明星为河南捐款捐物资 河南及明星月云捧王一博做表帅 千年一遇的暴雨 让河南成为了全国的焦点 中国向来就是一方有南八方之源 从去年疫情全国各地持援武汉 就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有多么的团结一致 这一次河南遭遇特大暴雨 武汉等多的紧急派救援人员星夜赶往灾区 在这种危急的时刻 娱乐圈中的明星们也纷纷带头做出表帅 捐款的捐款 捐物资的捐物资 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河南籍明星月云捧首当其冲 为家乡捐款一百万元 月云捧本名月龙刚 是土生土长的河南人 他的老家在河南濮阳 这一次家乡有南 月云捧成为了最早一批捐献爱心的个人 出名之后没有忘本 家乡有南即刻献出爱心 月云捧好样的 同位河南籍的明星王一博 第一时刻转发相关信息 利用自身影响力让信息扩散 让更多的人看到救援信息 王一博粉丝池源河南 目前已经捐款超过一百一十万元 除了月云捧和王一博之外 其他明星也纷纷捐款捐爱心 肖战捐款一百万元 张哲瀚捐款一百万元 李佳琪捐款一百万元 邓超孙丽夫妇捐款一百万元 张杰谢纳夫妇捐款一百万元 黄子涛代表公司捐款三百万元 并将网店库存的衣服都捐了 除了上述明星之外 截止到7月21日下午四点半 池源河南捐款献爱心的明星 及工作室还有 时代少年团一百万 黄晓明捐赠二十万瓶饮用水和一万瓶消杀用品 李玉刚二十万 李晨五十万 谭宋运五十万 宋颜飞三十万 李雪芹五十万 孟美琪一百万 李逸峰一百五十万 赵丽颖一百万 毛补一五十万 徐凯五十万 七威李承炫夫妇一百万 乐华娱乐一百万 王子文五十万 任嘉伦五十万 关小彤一百万 彭玉唱五十万 张宇启一百万 刘涛一百万 陈鹤五十万 李家行李胜夫妇一百万 谢瑞涛二十万 伊心娱乐一百万 小鬼王林凯二十万 于蒙龙五十万 张家你二十万 钟楚西五十万 无尊以孩子名义捐款五十万 李逸桐五十万 黄轩一百万 白于五十万 费启明二十万 佟大为官月夫妇五十万 罗云西五十万 李献一百万 于书欣五十万 张子锋五十万 陈飞宇五十万 安哲勒贝比杨颖五十万 李冰冰五十万 李云迪一百万 万西二十万 赵露丝五十万 另外还有佟丽亚 范澄澄 贾玲 何炯 迪丽热巴 杨幂 刘雨宁 陆涵 黄明浩 宋威龙 妮妮 赵小棠 杨迪 吴奇龙 刘诗诗 邓伦 郭奇林 汪苏龙 姚晨 大鹏 王欧 王大璐 彭于燕 李光杰 嘉行 欢瑞等明星及公司捐款 一方有难 八方之源 明星们带头做表率 利用自身影响力扩散救援信息 尽个人能力为灾区捐赠爱心 值得我们为他们点赞 在这种时刻 对于已经捐献爱心的明星 我们就不要用捐款数目的多少来批判明星了 胡辣汤挺住 我们来了 加油 河南一定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